伊朗驻沙烏地阿拉伯大使馆在关闭7年之后 正式重新开启 这是位于首都利亚德的伊朗大使馆重启仪式 在当地周二晚间举行 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北京在内多国驻沙国使馆代表都应邀出席仪式 而事实上沙烏地阿拉伯在2016年 以恐怖主义处决著名实业派教士尼姆之后 导致跟伊朗关系恶化最终断交 而在今年3月两国在北京的斡旋下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并且重新开放大使馆 不过沙烏地还没有确认什么时候重新开放驻伊朗首都 德黑兰的大使馆或者是大使的人选